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已知商用型ABC 三个顶点为 A点桌标是1-4 B点桌标是8-3 C点桌标是-3-1 求角A是等于几度 那我们画一个图形在这里 我们要求角A 那么角A呢是AB向量 与AC向量的夹角 所以呢 首先我们把AB向量 算出来 那么AB向量呢是用B点桌标 减掉A点桌标 所以呢这是8-1 这是7 然后-3去减掉-4 是-3加4 所以呢是1 那么这时候AB向量的长度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是等于 根号 7的平方是49 加上1的平方是1 所以呢这是等于 根号50 也就是5 根号2 接着我们求AC向量 AC向量呢 是用C点标减掉A点桌标 所以呢 这是-3去减1 这是-4 然后用-1去减掉-4 就是-1加4 所以呢 A-3 那么接着我们求AC向量的长度 这时候是等于根号 -4 曲平方是16 加上3曲平方是9 所以呢 A-4 这是等于根号25 也就是5 接着我们再求 这AB向量 与AC向量的内积 那么这是X分量相乘 加上Y分量相乘 所以呢 这是7 去乘以-4 所以呢 是-28 然后加上1 去乘以3 这是等于3 所以呢 -28加3 这是等于-25 因此呢 这角A的cos值 就cosA 这是等于 AB向量的长度 乘以AC向量的长度 分支 这AB向量 与AC向量的内积 好 那我们带进来 AB向量的长度 这是5根号2 去乘以 AC向量的长度 这是5 然后分支呢 是AB向量 与AC向量的内积 这是-25 因此呢 分母的5乘以5 是25 跟分子的25 约丢 所以呢 我们就算出啊 这cosA呢 是等于-2 分子1 那么角A呢 会介于0度 和180度之间 所以呢 cosA 是等于-2 分子1 分子1 我们就得到啊 这个角A 是等于135度 这个答案 我们就得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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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得到啊